大家好,我是靖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像点心一样好吃的小面包 首先准备100克温牛奶 加入2克活性干酵母 12克白糖 搅拌混合均匀,放置一边,让它发酵 大约需要5分钟左右 另外准备一个搅拌碗 加入150克高筋面粉 1.5克的盐 混合均匀 当酵母牛奶水表面有一层泡沫的时候就发酵好了 搅拌一下,加入到面粉中 边倒入边搅拌 大致的和面粉混合在一起 然后加入30克已经软化好的黄油 下手混合黄油和面团 这时候混合好的面团并不光滑 可以转移至操作板上继续揉搓面团 直至黄油被面团完全的吸收 大约揉搓面三到五分钟后 面团就变得比较光滑了 揉好的面团放入大碗中 加盖放至温暖处 让它发酵至两倍大 大约需要移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操作板上撒一些面粉 移出发酵好的面团 压扁后直接擀开 厚度大约1厘米 用圆形的切刀切成小圆片 没有这种切刀的也可以用玻璃杯 切好的面片直接转移至烤盘上 剩余的边角料团在一起 继续的擀开切成圆片 直至把所有的面团用完 全部做好后 间隔马入烤盘内 加盖餐巾布 让二次发酵大约40分钟左右 利用发酵的时间来准备一些表面的馅料 我今天想用最喜欢的奶油奶酪 80克软化好的奶油奶酪 加入一小勺糖 喜欢甜一点的可以多加一些 大致地混合在一起 加入15克牛奶 搅拌稀释奶油奶酪 搅拌至丝滑的状态 如果比较稠也可以继续加一些牛奶 二次发酵大约40分钟后 面片明显变厚变轻 可以找一个小的玻璃杯 或者是瓶子盖 只要它的面积小于面片就可以 表面沾一些面粉防粘 在面片的中间压下去 让每一个面片中间形成一个凹槽 然后放上刚才搅拌好的奶油奶酪 如果喜欢还可以加一些果酱 我今天加了一些黑莓果酱 很好吃的 最后在面包的边缘刷上一圈牛奶 因为我们的配方没有加鸡蛋 如果不介意的也可以刷蛋液 烤出来的颜色更漂亮 全部做好后送入预热好的烤箱 180度烤15-18分钟 具体的时间可根据你的烤箱 做适当的调整 出炉的面包 烤奶香浓郁 鲜软的面包体 配上柔软的奶油奶酪 没有一口都会惊艳到你 像点心一样的好吃 但是又不会那么甜腻 烤锅的奶油奶酪 别有一番风味 相信你一定会喜欢的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是金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